中文的常说 不怕念习 只怕觉知 这个觉就是做意 我们今天时时刻刻提高这个警觉的心 警觉心就是让我们念佛 不要把佛号断掉 所以念佛实在讲 它的这个秘诀就是不简单 不夹杂 这个两点呢都不容易做到 特别是不夹杂 是最难做到的 你比如说是念佛的人 又想去研究别的经论了 又想去修其他的法门了 这都要夹杂 善道大师诉说的 还有这个西方确实里面 就明妙行菩萨所讲的 一个念佛的人 又去看经 又去念咒 又去拜餐 又去做法会 又做那些没有要紧的 这些闲话 这都叫做夹杂 夹杂的人修行 就是说一万个人当中 难得有三个五个往生 他不是专修吗 专修的人呢 是决定往生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会有调的 所以这个杂修不如专修啊 千万不要误会啊 哦那些人呢 是大通家了 不需要多闻啊 错了啊 那些人到后来 修到后来 什么都不是啊 孩子六道轮回啊 你如果说度众生的心情 你就专用修念佛法门 你就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一句话不说 就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为什么呢 你生就你做一个模范 给人看 真正纠结吗